周一 抗议者走上格鲁吉亚首都地比利斯街头 要求举行公平选举 抗议者对政府处理其诉求的方式表示不满 并主张其加入欧盟的权利和民主价值观 参加抗议活动的教师尼亚·特克海泽表示 我们确实应该成为欧盟的一部分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 直到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我们应该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 我们不会疲倦 这就是成为欧盟一部分的意义所在 数月来 在这个拥有370万人口的国家 执政党 格鲁吉亚 梦想党 与反对党之间的关系紧张不断加剧 反对党指责该党推行越来越独裁 反西方和亲俄的政策 自周四 政府宣布冻结欧盟谈判4年以来 危机进一步加深 数千名支持欧盟的示威者 与手持催泪瓦斯和水枪的警察发生冲突 除非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想要 这就是要成为了一部分的英国 想知道 想知道 希望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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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